大家好 我是白大师 欢迎来的欢迎来的 关帐把目前国父S2条相识 从20多名一路打上来的 现在就是在国父S2 大家看他的牌子还20多名 这正明应该是这个礼拜突然发力的一个条式 确实这几天关帐看到这个ID都在打 这套阵容说实话打雕客家 有点难 就你要么就调尸一波六川 不六川 这个局但凡就造天国家的防守节奏 我觉得球者不太能够去把局势盘活翻过来 一甲已经有了 看后续 看后续 调尸这边带的不知道是飞轮还是什么 先是还有一只鸟 也就是这个调尸如果香水拉满的话 第一波倒地就二阶了 我觉得如果不能六个三排鸡 可以选择考虑卖 调尸两瓶香水都已经吃到了十几刀 下一波的香水CD马上好 哎呀可惜了 没有能拖出这个香水CD啊 飞轮交晚了一点点 当然还有先知的鸟 先知还有只鸟 这边的话调尸还可以往上走以后 浇一个跳楼香水 浇一个跳楼香水 这里的话看清楚人的位置 往下一跳转步地 应该转步地 转弯目地 他这边往目地走了以后呢 要不要加跟下来 哎闪现 打了一刀油拆 外面是有一只鸟可以支援的 调尸这个状态 修机子嘛就怕一个坟场投过来 因为这边如果说皮皮交闪现 把这油拆秒了 交个坟场是 很有可能直接把这个调尸给秒了的 来 这边的话等你加速结束 鸟快来 哎好的 皮皮这边也知道 因为他跟过来已经这么久了 我这边肯定是会给到这只鸟了 这边是个地下室 游拆这边的话 手里还有个飞轮狗咬住 雕像能击倒吗 好消毒行吧 这雕像得夹两下 没到二接呢 刚这样的话 游拆这边 不吃你十几刀就行了 雕像的话 你夹两下 其实还挺困难的 哎 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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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击倒时间 两分半钟 想要这边的机子修多少 看一下 已经修了50% 先知这边的话 也差不多30% 前锋这边 如果说要救的话 最好是一波撞救 对 撞救是最好的 撞救是最好的 这边通缉到的凉食 有国民也拉开 能不能 投个粉厂 先把这凉食给秒了 这凉食放在外面 他修完这台机子以后 他还能再去修油拆的遗产机 先知实在就是最后一台了 这把的话 前锋这边满血 他可以再来救一波人 这边要赶紧处理了 这凉食 这个凉食不处理掉 这把没得打 前锋这边的话 投粉厂 投的是哪里啊 先知这边 就应该能修掉 他这边在 干扰先知 前锋这边就能修掉 进二楼 前锋这边被车给撞了 这把也是太多的意外了吧 那先知修完先知救人 先知救人 你别说还能吸个 吸个鸟什么的 前锋这边就补一扇机了 而且这边 前锋这边如果说 真的被粉厂给秒了 这前锋也能补金子 还是前期的一个 牵制做的太好了 这波调尸的一个牵制做的比较好 再加上刚好那边位置 给他一个跳楼香水 那应该是四分开门战了吧 这里回忆的先知 真的你说吃个落地刀 你当二刀打在我身上面 我这边把他蹲下来 也够了 先知这边吸咬 牵起来 油柴这边要躲这个气球刀 过来 直接 这刀正射 密码机 点亮 先知能不能吸收医疗 先知能不能给他牵制 油柴这边能不能走 有飞轮的 看你出刀飞轮 两个人飞轮 同时交有点灰 油柴上挂飞 这边先知先倒 先知先倒 油柴这边的话 一个雕像倒地 有车 雕像 没能补到 没能补到的话 再等一组雕像 一个翻板加速 往前拉开 可能要投坟场 前锋那边再点门 先知这边能交自己 门已经点开了 这个的话油柴能不能走 这把球者的牵制力确实抢 先知要自己了 而且油柴你还不能挂 你挂的先知那边跳地窖 不会走的吧 这有爬音加速的 这怎么走的呀 这么大老远的 走的 投坟场 先知这边的话 门应该是开不了 翻个板子 中场的地窖 留下来了 改变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